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现在我在这个地方工作 你不生气吗 别人的办公室这么敞亮 你的办公室连窗户都没有 你不生气吗 你这是在心疼我啊 你口口声声想一帆作为 想改变规则 那你现在做到什么了吗 你不觉得你被人利用了吗 我被谁利用了 人家能利用我什么呀 他们利用你的急迫 你不如就当自己没有成功经纪 也没有能力去奢望这个位置 你现在所有痛苦都是因为你 伪装进取心的欲望 怎么了 我现在在重启机器 我要清空跟你刚才的对话 我已经工作了一整天了 我不想跟你吵架 丁董 好了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 你是不是在心疼我啊 吃饭吧 你都给我做什么喽 都是你做的 很贤惠 刚才我 刚才发生什么了吗 我妈妈都跟你说什么了 说得多吃点猪脑 以形补形 她有没有给你做猪脑花 她做的脑花全谱僵第1 没有给她做的好吃的了 对于欲望这件事呢 咱俩的认定不同 所以就不聊了 你除了觉得 对我的办公室有意见以外 是不是对于陶景辉也有想法 我对男人没有想法 那就好 那你是不是觉得 我对陶景辉有想法 有吗 没有 就算没有吴飞 我也对这个人没有任何想法 我现在的状况呢 就是好不容易才厚着脸皮 抢到了半个案子 因为除了她以外 我也抢不到别人的案子了 我真的就是见缝插针 用一切的办法去给自己累积经验 反正啊 闲话是别人说的 本事长在自己身上 而且 陶俊辉过了试用期 也不一定能留在我们律所啊 我们唐总还鼓励我呢 也许那个最大的办公室 就是我的嘛 谭云慧还把你当成小错误啊 你怎么说话呢 汪汪汪 小狗狗不可爱瞒 哎呀 其实唐总对我挺好的 有一个能给你机会的老板 就算当一下小走狗 也没什么问题 以前在家庭部 我真的是傲视群雄 现在到了企业部 我就是狼群里面最弱的那一批狼 弱狼 弱鸡狼 所以呀 当然要去讨好那个boss狼 等我站我的脚跟 他有时间实行我的计划